金融大哥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美日再度封殺中國的半導體跟科技 那上個禮拜才有一個半導體的 這個大老闆跟我說 他說現在半導體去日本投資 是非常make sense的事情 他跟我說 日本的工程師不但好用 現在的薪水因為日幣貶值 換算起來比台灣的工程師還便宜 然後日本人跟台灣一樣 都可以為企業賣乾 所以呢全世界最好用的乾 真的在台灣跟日本 其實日本人賣乾的程度 比台灣人還可以賣得更多 日本還有他的服從性非常高 當然現在跟以前沒有辦法比了 現在當然沒有那麼高 但是高還是非常高 而且日本的就是說各種成本 跟美國比較是便宜的太多 所以基本上到日本投資是make sense 另外就是說他一方面有群聚效應 另外一方面他的成本跟台灣接近 對 然後他的工程師事實上也非常的配合度非常高 對 所以比起去美國 其實去日本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沒有錯 而且日本最重要是他的市場是 他也算是全球一個汽車的一個生產重鎮 對 所以日本本身像Toyota是大概一年生產1000萬輛汽車左右 這個部分用的半導體是非常的多 所以他有市場而且成本低 人力數值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想去 另外呢日本的這個岸田文雄 這個宰相首相他開始他宣誓要把日本的半導體的試占力 現在大概日本半導體的試占力占全世界大概只有10%左右 他計畫希望在2030年變成20% 就是要被翻倍啦 那這個部分當然他要吸引很多投資 所以他們日本政府在補貼方面非常大方 跟美國比較起來 他不會囉哩囉嗦 說補貼就補貼 所以業者比較喜歡日本比較不喜歡去美國 對因為美國的工程師也不好過 對第一個美國工程師意見很多 你要叫他加班 而且可能說不定會上法定也有可能 而且美國的成本非常高 因為他很多的要求很高 然後美國的工人的素質 坦白講比日本差很多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 其實中國大陸做了一個不太聰明的作法 他這個網信辦就是互聯網的信息辦公室 他們事實上在今年3月他們就開始 就是說要去調查美光的產品 那從技術的角度來看 DRAM你說要有什麼 什麼這個等於是網路的會被害 其實DRAM根本不是要教 DRAM基本上不會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非常沒有說服力 那我個人覺得可能是 因為中國被美國這個限制 那個限制可能國內有引起 寧願他們可能要找一個出口 美光是一個絕佳的出口 為什麼絕佳的出口呢 第一個在2018年的11月1號 美國的司法部長親自宣布 這很少親自宣布中國大陸福建進華 還有像還有聯電 他們共同卻起美光的商業機密 所以這個造成一個很大的事件 那造成福建進華就停擺 所以美光呢 然後另外呢 還有小道消息是說 這個藏心存儲 大家講說要把它列入黑名單 聽說美光也去告 藏心存儲也用他們的這個機密 讓藏心存儲在很多的機台的這個進貨 都有問題 所以美光在中國大陸的這個人的心裡的 就是說等於他們 講起來美光是他們不太親近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現在來看 其實美國跟中國半導體的關係 事實上坦白講 撿不斷裡還亂 美國如果不出口IC給中國 是中國損失比較大 當然美國也損失啊 所以這個部分來看 它還是需要 那它 所以說 這個 它宣佈了就是要對 就是對美光的記憶體 它主要是講說 就是關鍵的一些運營商 因為它覺得 那這個它也沒有講明白 那一般大家的解讀就是伺服器啦 或是電信商啦 或者是說金融機構的伺服器啦 這一些半導體 但它詳細都還沒講 我覺得留一個餘地 結果這個宣佈以後 第二天 中國的商務部長王文濤 在美國跟上海的美商的 這個半導體協會 沒有不是 對不起 美商協會開會 那麼 等於是美商 美國的商會啦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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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M Dow Chemical 就是陶氏化學 Merrick 還有這個 Honeywell 這些大的美國廠商 然後他還在那裡宣誓喔 中國呢 還是很歡迎國外的來投 美國來投資喔 我們現在也朝這個各種啊 這種也會法制化保證 也就是說這個是喔 打你一巴掌 然後再呼呼 對 那也是代表他沒有辦法失去美國 那當然引起美國的反彈 不過美國因為中國三月份就開始了 所以美國也開始打疫防針了喔 疫防針就是第一個他要要求這個 SK Hynix 還有Samsung 不能夠去填補 美光萬利沒有的這個缺口 不過我想是這樣啊 做生意喔 有生意大家會做 有各種方法 表面上沒有喔 那我們舉例來講 美光喔 從數字來看 它10%是銷到中國 但是5%是 就是由香港 但是美光的財務長自己講 他給中國企業直接和間接的 大概有25%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金額制 不過如果間接的 就可能也不至於那麼嚴重了 那我們來看喔 其實美國喔 這個 對這個 中國市場是 依賴頗深啦 欸我看到你的資料當中 高通依賴中國市場 高達64% 對它64% 第一個因為為什麼 高通最大的市場 是在手機 對手機通訊 那現在手機通訊呢 這個中國的 小米 OPPO Vivo 還有一些小的加起來 非常的大 另外一個 像高通銷售的 比如說 它的汽車 因為現在 汽車的這個 中控台的這一些 的這個系統 高通現在在中國市場裡很高 因為我們曉得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對 所以高通依賴 當然這個會依賴 但是問題是 他們不能沒有高通啊 他不能往高通 踢掉啊 如果高通踢掉 他的 這個小米啦 OPPO啦 這個蠻好 當然他有替代的 可能可以找聯花科 那或者是 紫光展銳 但紫光展銳很小 他大概市占率全球的10% 而且他5G的晶片組呢 不是很好 那博通有占到35% 英特爾占27% 草委22% 匯達 這幾個都是 中國要去跪球了 像匯達被美國政府限制以後 他的A100和H100 啊這個是對中國打擊非常大 所以當然匯達做生意還是生意 他他就來個A800 H800 那甚至就是說我們看今天 英特爾的執行長到台灣 現在在台灣訪問 他也講啊 他去 他還是要做中國的生意 他說在中國經營了30幾年啊 而且他說他4月份去訪問中國 還跟中國的政府官員 還有當地的企業 大家都很歡迎他 所以代表這個 等於中國需要美國 是需要更多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 日本宣布尖端半導體的設備 他講了23個 那這23個呢 大概是幾個 比如說是 我們講過的這個就是 等於是清洗 沉積 死磕 微影 測試 這個日本都有 那微影舉例來講就是Nikon 對 這看起來很嚴重 其實我覺得日本政府 他 因為他是想說他審核 所以他有一個 有一個彈性在 好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到晚安 再見 были